- 走 - 走 - 进来吧 是薛谷主吗 是我 封 回来了 教王万寿 我的孩子 你果然按时 把药师谷谷主带回来了 我没养错你 快起来吧 我没养 薛谷主 风是个好孩子 他很听话 很懂事 不像铜 铜呢 更像是一条毒蛇 一条时时刻刻都想着 怎么反噬恩主的毒蛇 这是一条毒蛇 脑 蛇 闻中 皮疗 严谈 rif 微氏 钥尸谷谷主为我出诊 薛谷主 你应该知道 元一公与中原武林 向来是水火不容 你为何愿意千里迢迢 来为我治疗 钥尸谷向来不设江湖之事 只要有回天令和诊金足够 我为何不能来 那好 既然薛谷主都来了 那就再帮我一个忙 看看 他还有的织吗 枕金足够 便就得留 薛谷主 请吧 薛谷主 薛谷主 我 薛谷主 果然医者负我心 不够可惜 童这个叛徒 试图谋刺本座 本座清理门户 理所应当吧 教王恐怕是和自己的属下 开玩笑开习惯了 把我也当成元一公的人 若教王不着急治病 烦请尽快将我送回药师谷 我还有事 薛谷主莫及 本座随时可以开始治疗 好 别救他 他是个活鬼 敢对教王不敬 你 我 我 我 爹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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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 雪国主 在你这样的贵客面前 本错冒失了 来人 把这个叛徒给我拖出去 别脏了我的宫殿 是 这一路长途跋涉 我有些累了 什么时候才能休息 雪国主 不先替本座诊断一下吗 一家讲究望闻问切 教王的声音听似平和宁静 但气息中却有三分急促 我已有五成把握 好 待我诊治完毕 便可以离开了吧 那是当然 只要本座恢复往日的风采 本座定会种些雪国主 并且派人 把你安安全全地送回药士国 一言为定 风 你留下 是 雪国主 这边请 雪国主 这边请 保险 教王 为何这么久才回来 属下途中遇到同派 摆取的八郡埋伏 所以才耽误了 那八郡呢 你全数死于血缘之上 凤 你辛苦了 这途中 你的冰残之毒可有发作啊 薛国主替属下施针 缓解了毒发的疼痛 看样子 你遇着薛国主 在这一路上发生了很多事 手下只是谨记 要将他平安带回原义宫 那他有何异样啊 手下曾试探过 他似乎完全不知道 童的真实身份 也就无从得知 当年的灭存真凶 确实 刚刚我几番试探 我几番 但那个女人似乎对童的处境 毫无反应 教王为何要安排童 与薛国主见面 这是一招险戏 我就是想看看 这姐弟秦深 却无法相认的局面 这薛子叶如果知道童 是他摩家村的弟弟 大概多有趣啊 可惜啊 七日之后 这嗜魂散之毒 便会从眼部伸入脑髓 逐步侵蚀人的神智 到了那个时候 他就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他死吧 待本座病情痊愈 一定要让这姐弟俩 好好团聚 永远葬在这昆仑山里 在他死之前再告诉他吧 在那之前 他还有用 薛国主日后或许还有用 薛国主日后 教王何不留他一命 你这是在为他求情 属下斗胆 求教王放他一条生路 冯 你这是在干什么呀 你竟然替一个 对我不利的人求情 从你一进来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 你脸上的香荣 被谁躲走了 是那个女人破了你的 沐春风之术 这一路上 薛国主救了我很多次 一直以来 除了姜蒙尼 从来 从来没有人救过我 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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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下真是不想看着他死 你 教王 我明白了 明白了 凤 这二十多年来 你是第一次 顾及别人的生死 如果我执意要杀他 你会怎么样 属下 属下也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 你竟然敢这样对我说话 我要哪里挡自己的孩子 你是这样要挟我 你们这群狼崽子 别闻我 我 你 我 你 别闻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长大了 真的长大了 放我 这二十年来 这是你给我提的第一个要求啊 我答应你 都答应你 那个女人 真了不起 小龙 你来吧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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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快 快快快